哪里来的狗妈 平时还要跟我抢面子 我说哪条狗跟我抢面子 原来是一号 滚 自这一番面 社会青春剧就是把主角 从校园这个单一场景里释放出来 离开他们安全熟悉的环境 直接跟现实社会正面交锋 这就是《风劝少年的天空》 这部剧的背景设定 在一所高中 两股完全不同的青春气息交融 十几岁的孩子 从互相对立变成抱在一起大喊 我们是疯狗 一系列青春的故事使人大哭大笑 这些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说一些怪异的话的疯狂少年们 除了嬉闹玩耍外 还必须面对不得不长大的现实 无论是老狗的少年烦恼 或是马田的少年心事 以及刘文青不想再见的无奈 让观众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彭玉唱饰演剧中的老狗 在剧中 怀疑自己是女孩的青上人 所以愚蠢地给女孩猪肝 做一成日礼物 然后在河边大喊 她要恋爱了 结果闹了个大乌龙 也是很可爱的 在爱剧中 彭玉唱这段戏意外笑场 导演没很大 竟成此物举经典 在爱剧中 李安然为了找到刘文青 就接近老狗 安然自愿地要做老狗的营装 这让老狗怡然自负 之后 在一次数学考试中 老狗靠着安然讨全般定义 这可让老狗怀疑坏了 直接嘲讽大力娇等人 在这里大力娇笑场了 还好朋友上继续演下去了 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还是让人笑了起来 这部剧里的青春终于有了 在快乐 沙雕 无厘头之外的表现 剧中 呈现出的略显浮夸 和不够贴近现实的段落 也在剧方的神奇操作下 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 本剧从一开始的 无力偷袭剧方 倒被爱情放大的 学习成绩的差距 在从学校这个小社会中 辐射开来 展现不同角色的生活环境 和家庭背景 指向无法回避的阶级微剧 却也让观众不禁去猜测 或许很多年后 当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长大了 他们是不是 能有办法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将自己 在青春期时 所犯下的 不能弥补的错误 与遗憾逐渐弥补 而观众们 也在期待着 这样的后续发展 这部剧 除了将青春岁月还原 将欢声笑语呈现 同时 也斜满了青春里的风处 还有社会现实中的 恩恩怨怨 杀掉的同时 又多了泪目的气氛 在剧中 狗哥没心没肺 传天嘻嘻嘻嘻嘻的 大京村子兄弟 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后 安然转回来了 名为善良的笑容 一下子就迷住了狗哥 狗哥开始以自己的方式 追着个女孩子 可是 安然还是喜欢着 永青 于是 一些行动都成了 工具人的做法 希望之后 老狗可以继续 嘻嘻哈哈的 不要被情耽困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点个关注哦